你是在为那根窝边草魂不守舍 无耻狐媚 还不放开我家王女 搂什么搂 抱什么吧 今天白日尚且如此 夜里你还不登堂入室啊 剑爷爷你坏坏 不许搞破坏 你是 那把剑 呃 画行了 剑奴感觉他口中的剑字发音不太对 正是老夫 狐媚 你还不放开王女 王女 出群吗 他没松手 反而搂得更紧了些 先回这妖司 说正事 好 我见到了图灵 他并非敌人 而是卧底在楚玉生身边 还有一个好消息 妖狱里的那些妖族都还活着 被他藏在了鬼葬山里 是有这些 桂兰 我大哥还活着 我见到他了 楚燕温 楚群点头 还有许多事 包括我的身世和来历 但很复杂 一时半会儿 我真不知该怎么同你解释 那便处理了眼前的问题 你再慢慢告诉我也不迟 正好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也很复杂 图灵去了天叶城 楚玉生背后之人不是狗天道 而是 楚群指了指下面 鸣奴和剑老爷子所来之地 沈渊 我大哥回去了那里 他会设法 转断背后那群狗东西的手脚 为我们争取时间 楚群快速与他说起目前的局势 楚群生以怨气为实 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切断他的口粮 说起来 这王都城上空的怨气 比我走时可浓烈了百倍不止 桂兰你干嘛了 既然楚群生是把这些怨气当口粮 那就再好不过了 让他多吃一切也无妨 还有一件事 我让梅府规炼制了子不语的解药 副棍练出来了 嗯 他在丹道上的确颇有奇才 那小子可不就是个鬼才吗 解药虽练出来了 但人就不救 看我的心情 你的心情 我开心了 便把解药给你 让你去救人 我不开心 那这些人就跟着一起 担惊受怕好了 楚一侯如此人洁 肯定也不会为了这些 不相干的人 特意于尊降贵来讨我开心吧 为那些人 虽然是不可能的 但狐妹子太勾人 让我色灵制昏了怎么办 楚一侯不至于此 那可未必 我有一个朋友 被一个狐妹子迷了心窍 要说那狐妹子 也就俊俏了些 尾巴多了些 奸诈狡猾了些 可偏就让他喜欢到不行 有多喜欢啊 嗯 大概比喜欢他的尾巴 更喜欢他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